中文字幕志愿者胖 中文字幕志愿者胖 欢迎来到Foodie Goody 梦想实验室 我是主持人叶俊福 那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的呢 是丰什智库 让我们欢迎 谢昌慧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俊福 老师食品加工 它应该算是一门科学 没有 我们无庸置疑 但是我觉得好像一般民众 对它好像有些误解 尤其我们现在很强调要讲说 我吃天然的 所以好像食品加工的食品 它好像变成有一种 好像有一个标签被贴着 好像就是它好像没有那么健康 没有那么的自然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每次去演讲 我最怕就是我前面讲生机饮食的人 讲的说我们不能吃食品 我们要吃食材 什么叫食材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加 叫食材 我心里想 那你就回去当山顶洞人就好了 怎么可能 因为社会的进步 它不允许我们很多的加工调味的过程 是要做什么 我们跟餐饮的人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餐饮的人 它可以做出妈妈的味道 做食品加工 是可以把妈妈的味道 变成一个礼拜 一个月半年 有效的可以延续给每个人 吃到安全的妈妈的味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有一些必要的使用方法 什么叫必要的使用方法 因为东西可能容易坏 所以可能要 因为东西的色泽 可能不一样 所以要添加食品的色素 是希望色泽稳定要均一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艺术品 想想看 如果一个水果做成果汁 每一瓶颜色都不一样 你去挑选的时候你会怎么挑 你一定会挑颜色最深 有的时候挑颜色最浅 每天就好像在开盲盒一样 没有办法找到适合的产品 所以食品加工是要做出规格品 消费者才能够每次都可以吃到一样的产品 但是食品加工很重要的武器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觉得单一的 就觉得它就是不好的 其实它就是在合法的范围内 它其实是协助让食品品质更稳定 换个角度来讲 这个是社会保险的概念 因为食品添加物 它要合法上市 它一定要添加的范围跟限量的标准 也就是说在这个食用范围内 如果真的出事情 政府是要负责的 那我们来聊一下 它就是说食品科学我觉得可以让食品更多样化 它不是那麽单纯的就是一个食材而已 所以其实很多人说食品加工 其实它就是整个做成产品化的过程 我发现老师会去看到很多不同的台湾农业的创新 我觉得农业现在已经改变了 它不再只是单纯的 只是种植这麽简单的东西 大家都会想办法的让它有更好的效益 或者是变身成不同的东西 然后下巴谈一下您自己有什麽样的观察 对于台湾农业的创新 真的在从事农业 现在农业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还是辛苦 没有不辛苦的 我当老师也是辛苦 我们有时候被学生投诉 我们也是有知灾的 农业也是一样 不过换到农业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技术 来辅足你本身 只用人力这样栽培 我觉得这差异很大 你说这样10年前 20年前 你根本没有想像无人机 你的自动化根除 自动化采售系统 包括做食品加工农产品加工 以前芒果都要自己削皮 现在都有机器来帮你削皮 幼儿子也有自动脱皮剂 你整个只要投入这个产业的人 事实上在整个营销端上面 加工端上面是简绝很多 老师做食品那么多年 然后也得了一些奖项 老师对于饮食或者对于食品加工 或者对于食品这件事 老师未来还有什么梦想想要实现的吗 我们如果可以拍一些台湾美食的文化 把我们的美食文化带到国际去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岛国 怎么宣传有更多人认识台湾 怎么让人家知道台湾在食品上面的特色 我们这一群在对食品真的很专业的人 而且很用心的人 他的东西怎么可以走向国际化 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我们的食品 变成一种文化 可以去做文化的侵略 这是我最想做的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 超伟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 老师提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 饮食文化成为一种可以对外宣传 或者是更快速让大家看到台湾的这些人 来积累的一些成果 可以有一个更明确的主体 让大家去认识 那当然老师也告诉了我们 加工食品不要害怕 要去认识它才是最主要的部分 那关于隐身化老师的梦想 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土地上面的 所做的所有的所作所为 都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来认识 让大家来了解这样子 那今天非常谢谢超伟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 那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谢谢俊福 谢谢各位 谢谢